马来西亚是第一批开卖真的是 very the good的 你看我几块就拿到了 iPhone 16 Pro Max 还有iPhone 16 先讲价钱 iPhone 16 马来西亚卖3999起 iPhone 16 Pro Max 马来西亚卖5999起 还有一个你们最关注的点就是 马来西亚到底有没有AI叻 手PCD没有 官方讲明年就会出一个中文版本 但是这个中文版本关不关我们的事叻 我说目前还不知道啦 先来看iPhone 16 Pro Max Dezed Titanium 很大这个是6.9寸 我是不懂沙漠什么颜色 因为马来西亚好像没有沙漠 以我所见这个是米白色 或者它可以叫做 香槟色 边框这边呢它是一个磨砂 喷漆稍微深色一点的 铜色 然后还有这个camera button 这 part 我们等一下再讲 然后镜头的框框这边 也是一个深色的铜色这样子 然后中间就偏白 尺寸上面的Apple这是有个改进 就是哦 iPhone 16 Pro 从原本的6.1 变成6.3寸 Pro Max更更 6.7寸 变成了6.9寸 上一代的iPhone 15 Pro Max 它们有没有变大 没有 它们是变长了一点点 是因为它的边框 变窄了 所以其实它视觉上面 6.7寸好像很大 其实它也只是长了一点点罢了 所以实际上看的东西 又好像真的变多了 我屏幕变大了 代表说它会花的面积又更大了 所以正常来讲 拿到星级 我是先推荐你们贴膜 贴什么膜 最近Ryno修家们出来一个好用 叫做3D壮壮贴Pro 它这款是全新升级版 有9HG的钢化玻璃硬度 它没有这样容易碎的 而且官方讲它比以前更加耐壮了5倍 最重要是它真的是很容易贴 你跟着给的模型一放下去就可以了 还有改良了静电啊 吸回尘的问题等等 保持干干净净 重点功能 Camera Control 其实它不是一个按钮来的 它是一个Tactic Engine的反馈 我这样子摸 完全是没有吐出来的 然后它现在这次的一个新功能就是 大力按 它就直接跳拍照功能了 然后我轻轻的按一点点 看到吗 其实我没有很大力吧 我只是花了一点点的力气 拖 这边就可以换不同的filter 换不同的模式 zoom in zoom out 就是完完全全 我就用一根的手指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了 然后按一下就拍照 如果我轻轻按两次 就是zoom 如果我按99 就直接开始录视频了 然后一放手它就停 这个就是给你快速录视频的情况 平时我们拍照Sorex是按外面的 但是到了这个Camera Control之后 我就可以很快速的 就走 然后看到有人打架 我就可以录录录录录录 就很方便很快 这个时候就有人问我 拍照一定是打痕的 打直的话 能不能用到这个Camera Control 也是可以的 打直的话我们的手就会这样子抓 对不对 然后我用力的时候 其实也是可以控制到的 不懂是不是iPhone 16 Pro Max 它实在是太大了 不太顺手 但是拍照还是很可以的 拍video 诶 它是要get used to it 要习惯 会不会你现在不顺手 你现在是很别扭 如果你很正常的用呢 是不是其实OK的 不OK 发布的SolarApple有讲 这个Camera Control功能 除了拿来拍照之外 其实它是可以拿来做AI search engine的 但是因为马来西亚现在目前还没有AI 所以我们touch不到给你 目前什么Apps 可以用到这个Camera Control Button 是Snapchat Instagram可不可以 未来可以 还有什么特别的功能 哦 Pro Max的独家功能 就是它的录影 现在升级了很多 它可以拍到4K 120fps的一个影片 所以我们后期拿来做那种Snow Mo的时候都非常好用 而且拍下来的影片 它还可以后期再拿去调成24fps 30fps 60fps都可以 iPhone拍影片本来就已经是无敌了的 现在加买这个4K 120fps之后 它现在成为了无敌最寂寞 拍照页面这边呢 它也多了一个叫做 Special的一个模式了 那这个功能是拿来做什么呢 就是拿来拍空间视频 3D影片 以后是要配合Vision Pro才可以用的 但是目前马来西亚没有Vision Pro嘛 所以我满站起来用不到 还有一个功能 是我身为创作者特别特别喜欢的 Audio Mix功能 因为这次iPhone 16 Pro它增加了几个录影棚级别的麦 当我拍了影片之后它就可以分离声音 你一直讲话 啊 然后我就想说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想这个话 你一直讲话 啊 然后我就想说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想这个话 你一直讲话 啊 然后我就想说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想这个话 你一直讲话 啊 我知道这个话 然后我就想说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想这个话 就是说呢 当我跟阿Kent同时在讲话的时候 它可以identify到底谁在讲 然后它都可以把它分离出来 是不是觉得这个功能很熟悉咧 就是在我上一集Google Pixel影片里面 它也是有这个功能 但至于它的里面 因为它用上了最新的OS 18啦 所以很多Ladeout都不一样了 比如我拖下来 它这个bar就长这样 你看它的album变成这样子了 Oh my god 我都不认得它了 它是谁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我刚刚发现的 你看我现在开给你们看啊 我现在看这screen 就是当我开的时候 它会慢慢的开 当我关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关 这个就是OS 18它做了一些动画的优化 所以整个体验感就会更好 当然OS 18不止这个功能 这一代应该算是非常大的一个升级啦 后面我再另外拍一集 专门讲OS 18的新功能给你们听 其实还有它用了最新的A18 Pro芯片 还有这个光线追踪是快有两倍的 还有就是它的电池也更大了 就这样子了 Next iPhone 16 还有金 很白 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一台白色的iPhone 终于有了 它这个白哦 怎么说呢 它比盒子比较白 它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用的 那种liquid paper的那个白 它白的来还有一点点 一丢丢的偏蓝 边框也是一个磨砂银色 然后镜头上面也是配合了这个银色 除了白色之外 其实它还有黑色 有粉红色 有蓝色 还有一个青色的 这次iPhone走的路线 已经不再是上一代的马卡龙色系了 它走鲜艳路线 尺寸上面这次它就没有编了 它还是跟上一代一样是6.1寸 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些官方的casing 白色配霉红色 还有一个Apple Wallet 搁上去就这样 如果你觉得这个霉红色太烧了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不要用这个 因为 你看我还有这么多case 都是Rhinoshu夹的 这边全部都是Rhinoshu 特地为了iPhone16出的 有比较朴素一点的 就是solid suits 我自己觉得这个抹茶绿跟这个雪绕粉是比较漂亮的啦 我白色配上这个青色的时候就美 还有这个最新款的Jelly Tin 它是一个半透明的糖果色很少女心的 还有这个 就是不发黄的透明case 这个我之前有介绍过了的 基本上每一代新iPhone出来的时候 我都是配Rhinoshu夹的壳啦 为什么呢 因为它真的很耐用 它很耐刮 很耐滑 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可以看我上一支丢手机的那个影片 你就知道了 你不套透明的壳 人家怎样懂你用什么色叻 它其实这边的全部的Rhinoshu壳 它都是有两个版本的 一个是MagSafe的 一个是没有MagSafe的 你们都可以选啦 还有做gym的时候可以用的Aqua Stand 这个也是Rhinoshu夹的啦 叮 就可以立着看戏这样子 它现在也出了一个小一点的 就是看你们的容量需求 出了这一堆 其实如果你要自己定制DIY也是OK的啦 如果要出门的时候也是可以绑个Land Yard背着出门 老实讲我觉得这一代的iPhone 16跟16 Plus 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因为它很多功能都从上一代Pro身上给到它了 比如说它现在有Action Button了 我就set成一个Apple Music 然后我一开就直接可以听歌 同样也是有Camera Control我刚才教的 所以这一代Apple算是对于16跟16 Plus是很佛心 其实它们的差别只是在于 屏幕尺寸大小跟它的电池续航罢了 所以如果你要大电池 你又要性能好的你就选Pro Max iPhone 16跟16 Plus 就是适合那一种没有什么讲究拍照 没有想要长焦 没有想要Pro Raw 没有想要120fps 或者也没有想要5倍变焦的人 但是还要长续航的 它就选16 Plus Budget比较有限的就选16啦 反正全部都有Air 18 全部都有Action Button 还有全部都有Camera Control 5999跟3999差个2000块 你们就自己横等一下啦 最后准备买手机或者是已经买了手机 你们只要在9月之前 买任何一款Ryno Show的iPhone手机壳的话 哪一袋都可以啦 就可以40%的Discount PWP最新的3D壮壮贴膜 拆掉的时候还可以用我的Promo Code 再扣10%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下一集再给我们拍一个iPhone 16拍照对比 拜拜